下面讲第二讲 糖尿病的治疗时机 我们干任何事情 抓住时机非常重要 比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如果春天不播种 等秋天没粮食了 才想起播种来不及了 治病更是如此 比如说蓝尾炎的治疗 如果没有穿孔式做手术 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 如果没有抓住时机 穿孔了才来治疗 那么就会变成大病了 会引发抚膜炎 甚至败血症 术后还容易引起长羹组 糖尿病的治疗时机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糖尿病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糖尿病是全身型的疾病 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 无处不伤及 它会引起眼睛视网膜的损害 导致失明 糖尿病是成人失明的首位病因 它会严重损害肾脏 糖尿病在我国是导致尿毒症的第二位病因 它还会引起糖尿病足 严重者节肢 除了外伤之外 糖尿病是导致下肢节肢手术的最主要的因素 它还会引起脑血酸 脑血酸是老年人最怕得的病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 病情控制不好 其脑血酸的风险 要比非糖尿病人高两到三倍 糖尿病人也会导致心血管损害 糖尿病病人中 每十个人有八人是死于心血管事件 但是大家也不要紧张 如果血糖控制好 会大大的降低这种风险 甚至呢 终身不发严重糖尿病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 虽然已经三四十年的病史了 因为病情控制的很好 都八十多岁了 身体很硬朗 那么糖尿病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累积的慢性的过程 这是人体的血管 本来血管壁光光的 可是如果高血糖不被控制 次序的高血糖就会损害血管壁 使它变得毛糙 形成斑块 最后呢堵塞 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累积过程 这个月血糖高 它就会损害一些 那么下个月血糖还高 还会损害一些 今年血糖高了 损害的程度就重 明年的血糖低了 损害就轻 那么日积越累 就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形成斑块的血管 如果继续发展 就会把血管堵塞 脑血管堵了就会偏瘫 新血管堵了就是心肌梗死 下肢血管堵了就得截肢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糖尿病的早期治疗 就是在血管还没有损害时 及时治疗 我们很多糖尿病人一检查 没有病发症 他就高兴了 就不去好好的控制血糖了 等有了病发症再治疗 可是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我们强调 年龄越小发病越早的糖尿病 越要严格的控制血糖 比如你是40岁得糖尿病 一个人是70岁得糖尿病 大家都活到80岁 那么40岁得病的人 要保证在以后40年的时间内 不得病发症 那肯定更需要严格的血糖控制 第三糖尿病病发症 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例如糖尿病对湿网膜病变的损害 从轻到重分为六期 那么一到四期 可能都不会影响到视力 可一旦到了五期六期 视力就会迅速下降 而且治疗非常困难 又比如大血管 早期的损害 可能已经形成斑块 但是只要堵塞不超过50% 甚至不超过75% 都不会出现症状 可是再继续发展 那么就会出现脑血酸 心肌梗死等 也就是说 没有症状 你的视力很好 没有心脚痛 并不等于你的眼睛 你的血管没有被损害 你可以高枕无忧 相反 我们特别强调 在你没有症状时 或者仅有轻微的并发症时 积极地控制血糖 以确保不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这样糖尿病就不会影响 你的生活质量 一旦到了晚期 已经出现了症状 比如出现了天摊 心脚痛 或者视力已经下降 那么就可能已经失去了 最佳的治疗时机 当你已经有严重并发症了 再控制血糖 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另外一方面 在你没有症状时 一定要经常做相关检查 及时发现已经出现的轻微损害 及时治疗 糖尿病的第四个特点是 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不可逆的过程 你今年的血糖不好 今年就有损害 明年血糖控制好了 只是不再继续损害 而已经损害的不会逆转为正常了 很多病人说 我现在工作特别忙 再等几年退休了 就可以好好控制血糖了 可是退休时 眼睛血管 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 再控制 以前的损害 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正常了 所以呢 为时已晚 所以说 糖尿病是治疗在当前 获益在将来 现在好好的治疗 是希望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 不得并发症 总结 糖尿病的治疗时机 或者说糖尿病的治疗要点是什么呢 早期 长期 达标 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